What's up everybody 欧海恰恰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歡迎來到我在Michigan的家 這是我的現在住的地方 然後我昨天才把這個聖誕樹給掛上去 打開來就是一個一個這樣弄好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 新家有一棵小小 是一個很小的一個樹啦 就是蠻溫馨的 但這個球可能不夠 雖然這好喜歡啊 一顆一顆 啊 不能 現在要走這種 成熟穩重的教授路線 好 那我今天想要來分享的呢 就是如何有效率的完成任何事情 那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本人就是做事情 或時間管理方面都做的挺好的 就是你要我完成一件事情 我一定會可能前一天就做完 而且做的是 我自己認為 至少有一百分一百一十分 我現在還在念博士班啦 那我在念博士班的時候呢 我的報告永遠都是班上 算是比較早教的 就是我可能甚至會前一個禮拜就完成 因為我就覺得說 早死早超生 反正呢 我現在就是因為我現在是教授 也順便在念博士班 然後還做一些有的人的事情 那我之前在紐約做服裝設計嘛 後來我時尚公關 這些工作呢都是早上很早起 欸 很早起 就是朝八晚七那種 一定是超時工作 然後每天都奔波啊什麼的 或是我之前也是去歐洲工作 去三天就回來 就是禮拜五衝去 然後禮拜天晚上回來 然後禮拜一的時候再繼續你知道還要繼續工作 所以我覺得對於時間管理啊 還有有效完成任何事情呢 我是有這麼一些小小的心得跟大家講 那我現在來分享一下我是如何高效的 有效的 並且在時間管理之下 完成任何我想要完成的事情 第一點呢 就是剛提到的早死早操生 就是我覺得如果我早一點完成 那我就早一點知道結果 早一點結束這個事情 那這事情就不用懸在腦子裡 因為我常常會覺得 好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放寒假 那你寒假後要交一個報告 那請問你是寒假開始前先做 還是寒假完再做 大家一定都會選擇開學前再做 但是我這個人就是很討厭有一個東西 在我腦子裡面這樣子放在那邊 那我每天去玩的時候 我去外面 我去Roller Coaster 到我去Disneyland 我去跟米老鼠Say Hi 那我腦子裡就一直想說 天啊天啊 我還有那個Peeper Dew 我還有那個東西要做 就會很煩 為了不要有這種一股腦一個事情呢 我會喜歡早點把事情做完 或是你也可以先做 比如說百分之七八十 所以你在這件事情上面 或是你就已經有一個底 欸我覺得我講的 好像都偏論文或作業劇都好 或是剪影片也可以啊 就是你東西可以先做個七八十 七八成 因為我跟你講其實萬事起頭難 每一件事情呢 喔好老派啊 每一件事情最難的就是你開頭 你想到然後開始做的時候 所以呢我每一件事情就是 你一定要先苦後乾 所以我覺得一定是先完成一大部分 就算你只是寫下很多點 一個順好以後 你到時候回來做的時候 很順的你就可以把它全部做好 我們可能會有拖延症 就是像人類一定都會有拖延症 很常會想要拖到最後一刻 再把事情完成對不對 好那 我們喜歡拖延症嗎 我們可能又愛又恨 因為有時候就很煩 像我看到我的小妹 她她就是在念福吧 她就會 所以我早上就會跟她說 欸你要不要跟我去吃 什麼什麼餐廳 我就約她去吃餐廳 早上九點 那我的小妹呢她就會說 不行 不要 我現在要 我有那個報告要寫 我有很多paper 就是 我不能去 然後我就想說 喔是喔你不能去喔 然後我甚至會 你知道 Lure 我就給她一些incentive 我就會說 那我請你吃 你趕快跟我出去吃 然後呢她還說不要喔 她就說 我要寫功課 我不能去 好 那她沒有 她不跟我去 也沒人跟我去 所以end up 我就在家 她也在家 好 那我就觀察她這一天 在家到底做了些什麼 結果我這個小妹呢 她在家裡 她就是從早上九點開始 躺在床上喔 滑 滑那個抖音 還是IG 什麼亂滑 什麼都滑 滑 滑到晚上九點 她都給我躺在床上欸 好就頂多她會突然 爬起來吃兩口東西 然後就倒下去 然後抱一下狗 然後倒下去這樣 然後就一直躺著 我就想說 躺什麼躺 那有什麼好躺的 我九點的時候就跟她說 你不是要寫作業 你怎麼都沒寫 她說快了快了 我等一下就寫 我就會跟她吵架 因為我就會覺得 你明明就有一天的時間 可以跟我出門 可以去幫我拍個照啊 結果你現在就一直在家睡覺 好 最後到半夜的十一點二十分 她整個人就跳起來 然後開始 嗨啪 嗨啪 把她報告全部寫完 然後在十一點五十九分的時候 焦 因為可能十二點截止 我就覺得這個人 莫名其妙 我們今天 不要只有六十分喔 NONO NO 我們要的是120分 或是100分 然後給人家扣一點分數 這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呢 我覺得拖延症這個東西呢 就是要避免 好 那關於拖延症呢 就是我有另外一個 學到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有時候你拖延 反而更有創意 那我聽到很多人這個說法 就是因為你會事前先想 所以呢 因為你事前有很多時間 去ruminate你的thought 就是去 反除你的思想 那你可能出來的結果 會更特別 我相信我妹是沒有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呢 就是我也有用上 就是呢 在你決定要高效的同一個時間 完成一件事情的時候呢 你就要在前幾天開始 把它灌進腦袋裡面 所以如果我知道說 我禮拜六 我要把文獻探討寫完 我禮拜六 我要把這個影片剪完 我要把這個podcast的 這個腳本伸出來 那我會在 對我禮拜六 決定禮拜六要做這件事情啊 那我會在禮拜可能是啊 前兩天我就會開始跟自己說 好那我禮拜六要做這個這個這個 我就一直在腦袋裡想 然後呢 我就會隨時想 那我身邊看到什麼東西 我就會覺得 呃靈感靈感這樣子 然後我可能看個影片 我就覺得 欸這個可以放進去 就是這個東西一直很 在我的腦袋裡面是很清楚的 好那到了當天的時候呢 這些東西就會 嗚 你知道這個靈感就會 全部一起湧上來 然後就 屁啪屁啪屁啪 然後就完成 對 而且你要事前會有一些準備的感覺 然後你當天就會覺得 就一直知道說 好好好我等一下 你才一點就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你等一下到一點的時候 你就會自動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都是這樣 Function 第二點 就是你要做 你就做到死 你知道嗎 你就是 你就是要整個人做到 就是 受不了 因為你頭進去了 你的身體也要進去啊 你整個就 你就是 HELL YEAH 我就是要ALL IN 就是你當你 比如說我今天決定 我這兩小時要做這件事情 我要打掃我的家裡 那我就用我的全身的力量去打掃 你如果只用百分之七十的力量去打掃 那你最後 你掃了五個小時也掃不乾淨 那你為什麼不兩小時內把它全部掃乾淨呢 那這個概念就是有點像是早收工 如果我可以用我全身的力量 完美的完成一件事情 那我何必要拖這麼多天 如果我第一次就可以把我的 披腿我的作業寫好 我為什麼要需要等 教授一直回信跟我說 你哪個逗號不對 哪個哪個不對 我為什麼不能第一次就做好 當然第二 就是你當然是 作業這種東西 就是第二次一定還會有問題 只是說我能做到好 我就先做到好 這樣我就不需要在那邊來來玩玩 我跟你講這種communication 煩 所以我要不就是全做 我要不就是不做 那你這樣子的心態 你就會變成是你做的時候 你就是 嗯我頭進去了 我身體也一起進去 第一自己當下要全部做完 然後我覺得 你有時候也可以去想一下 自己的motivation 就是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做完這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給我很多好處呢 是不是會怎麼樣 所以比如說我提早把這個事做完 那我是不是接下來就可以放空 發懶 因為我本身就是也很愛放空 我就是薪水小偷啊 就很喜歡冷散嘛 那我如果趕快 好欸我一次100分 120分做完 那我等一下就可以躺10天欸 多爽 我何必花5天才去完成一個東西呢 對不對 我一天就拼死命完成 讚 第三個點 第三個點呢我覺得是 比較是生理上的 因為你不覺得人生有時候 就是覺得好累 我就是很困啊 我就是你知道 就是好困好困好累 每天都腦霧的感覺 好那我覺得其實在做事的時候 如果你要高效有效 你要完成時間管理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精神好 那這回溯到我以前高中 或大學的時候 在念書的時候 我都覺得 我怎麼每天都這麼愛捆 就是我每天都 嗯 愛捆 可是因為你就是還要讀書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是好困好困 讀書讀書讀書 好困好困 那你這個效率就會減緩 你知道嗎 因為你精神好 你可能一秒鐘 你背三個單字 會不會太多 我不知道啊 十秒背一個單字 那你精神不好 你可能十五分鐘才背一個 那這樣就不行 以前高中大學的時候 我最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吃三份早餐 就是我每天早上都要吃那個 卡拉雞吐司 然後鮪魚蛋餅 然後跟巧克力主食切片 大冰奶什麼 就是狂吃 那我吃完這三份 我之前都不知道啦 我之前都 因為太習慣這件事情 你沒有意識到 我每天這樣吃 然後我就每天都好困喔 因為你就吃太多 因為你一定會飽困飽困啊 Food coma 你們知道嗎 大同高中 我當年啦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對面會賣油飯跟炒米粉 還有一個餐車 而且那油飯上面 還會淋那個肉燥 還是滷肉 每天早上都吃這個 再配大冰奶 就覺得 整個人就是好幸福 可是 很困 像這種油飯 這種糯米 很難消化的東西 就想睡覺 然後呢 或是我在濕大的時候 濕大那時候 濕大那時候有一個 肌肉飯糰 就有一個男的 他每天都會在濕大 就是附近 然後他就會很 肌肉很大 就這樣 普派這樣 然後他就是這樣 就捏那個飯糰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飯糰都 把它捏得很扎實 然後很有彈性 然後我每天早上 我同學都覺得我很好笑 因為我都會點義大利肉這樣飯糰 欸很好吃耶 我都現在都不知道去哪裡吃 就他那個飯糰裡面是義大利肉醬 還有起司粉 我都說 喔那個起司喔 不要害羞 起司給我狂夾 就搶那個起司粉 你看我每天早上都吃這種東西 當然會很困 所以呢 我後來現在研發出的是 我早上就是不吃東西 因為我這個人 要不吃我就是 我覺得 這個就是跟自己的身體什麼有關 大家自己參考 我自己早上就是不吃東西 要吃的話 我可能就會吃 就是比較小一點的 然後我就會喝那個 要吃的話你最好就是吃 像是雞蛋啊 或是一些 蛋白質小小的 或是起司跟幾個葡萄乾這種 然後 我自己就在喝很多水 因為我覺得喝很多水 就會讓你整個 新陳代謝變很好 然後你就會精神變好 而且皮膚也會變好 不過我每天都要喝 3000、4000CC的水吧 我就狂 就狂喝猛喝耶 就喝到不行 再來呢 就是要想辦法去提升 因為你真的是 我們身為人類 我們不免俗 都會有 覺得很累的時刻 就你都會有 明明你沒幹嘛 但你就覺得有點累 這個時候呢 要怎麼辦呢 欸 好像是一個業配的前奏 但不是啊 我的小法寶就是可以吃B群 然後我覺得這個牌子的B群 就是 好像康似沒買得到吧 是日本的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喔 就是 X Plus 然後呢它就是這樣 黃黃的 B群你就是吃了 你就是精神抖擾 你整個一天的開始 所以我每天早上一定會吞兩顆這個 就是精神會很好 再來呢 就是 呃 我只會在早上或是中午做這件事情 那我到了下午可能三四點後 我就不會再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三四 就是怕會睡不著 除非你真的是需要 真的要完成什麼事 然後再來就是 我也會喝這個 這個是 賀寶福 Herbal Life 這是一個直銷的品牌 然後呢 它就是 呃 有這個茶 這個茶是 Herbal Tea 反正它就是一個 粉 它裡面是粉末 那你這個就可以倒到 這個就是倒一點點喔 你倒一點點就好 倒到你的那個水裡面 然後咬一咬以後 你的水就會變成 黃色的 很像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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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同事都覺得很像尿 但是我喝完以後 你就會 增加精神代謝 因為茶就是會讓你精神好 那因為我會喝茶的原因是因為 我喝咖啡的話 我都好困 我很容易困 我每次去星巴克買咖啡 可是也是因為 像我最近在星巴克 我都點那個 Carmel Boulay Latte 就是 焦糖 布雷 納提 我都喝這種 甜到不行的 然後就 困困困困 就是 也不是困啦 就是沒有那麼精神抖擾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好 大家應該都有自己的方法 很多人喝喝咖啡都很精神好 再來一個推薦就是這個 Red Bull 這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 Red Bull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紅牛嗎 類似蠻牛的東西 然後 它的味道呢 我剛才特別打開一瓶 我想說 就是 邊喝邊響 它的味道 精神好好喔 這個味道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甜甜的 有一點化學味的感覺 那它就是讓我精神很好 所以我就是也會喝這個 這就是我的秘訣 另外一個秘訣就是 喝珍珠奶茶 我想要喝珍珠奶茶 就是茶類啦 或是葡萄柚綠茶加珍珠 這種都可以讓你整個人精神好起來 那你精神好呢 你做事的時候 你才會 就是都做好 很快做好 那我反而覺得 如果你精神很差 你就不如就是等你精神好再做 或是你就逼自己精神要好 第四點 就是呢 我們常常會有很多時候 就是卡住 就是你 明明就覺得我今天 很efficient的要把一件事情完成 但是它就是會 一個咕咕咕咕咕 有時候你 比如說你想要寫一篇小說 寫寫一篇 啊沒靈感了怎麼辦 或是你要做什麼事 就做到一半就覺得 就是卡住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繼續ㄍ嗎 因為這時候 你可能在理性方面 就跟自己說 好我在ㄍ我ㄍ我ㄍㄍ 那你就ㄍ了兩個小時就過去 可是你這兩個小時 你可能產值就很低 三句話而已 那你就有產跟沒產 不一樣嗎 那我覺得你當你卡住的時候 你先卡一下 你允許自己 比如說我寫論文 你允許自己卡20分鐘 好 我卡20分鐘 我真的卡不行了 放棄 我跟你講 你一定要果斷放棄 因為這種事情喔 你有時候做事情是需要一個靈感 需要這樣 你才知道怎麼做 就一個靈感 你不是說你現在要做就可以做好的 所以我會覺得 你如果繼續花這段時間 比如說我繼續花三個小時硬做 但是三個小時完我做就做一點點 沒有 就是這三個小時我本來可以做這樣 我卻做成這樣而已喔 本來這樣喔 很多喔 阿便也很少喔 那我就是硬做成效也不好 效率也不高 所以呢我就選擇放棄 這段時間 跟你的這個經歷 全部都是你的成本 這些你生出來的東西 你過幾天再來看 你就覺得說什麼東西啊 所以呢我會覺得你不如出去走走 就去玩吧 因為你這個時間你已經換不回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時候事情要提早做 你知道嗎 那你就是這時間你已經換不回了 那你不如就好好的放鬆 那你隔天回來 你就有全新的視野去把這個事情完成 我覺得啦 果斷的放棄 那再認真的開始 這樣子你才會更有效率 第五點 就是抓重點跟做筆記 我覺得這個就是for 可是工作上啊 你在做一些提案啊 簡報啊什麼的 或是就是寫論文都很適合 就你一定要你想要高效率呢 你不能一直都是在腦海裡想想想有那個思緒 你一定開始的時候呢 你就要下筆有如神 你就要立刻把所有重點 比如說我今天要寫三頁的paper 那我第一個最後一個 中間哪一段哪一段要寫什麼 我就要立刻把它全部寫出來 也不是立刻就是寫出來 那有時候你跟著思緒很混亂的時候呢 其實你你這樣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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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所以你就一定要趕快做這件事情 像讀一些文章也是一樣 你可以第一遍的時候呢 你先簡單看一下它的簡介啊 abstract什麼 然後你在快速的skim through 你就稍微抓重點說 好他想講什麼什麼 那你在細看的時候呢 你就腦袋有一個full picture 你就是有一點大概知道 就有點像是 你在看劇之前 你就得先被大爆雷吧 你就被大... 你就看這個劇之前 你就知道他大概會演什麼 那你在去看的時候 你就看得更細你知道嗎 因為你被大爆雷啦 所以你去看劇的時候 你就會每一個細節 你就會看清楚 喔原來他現在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他等一下會怎樣啊 你在寫論文啊 或是做報告的時候呢 如果你可以先有這整個 劇情的大概走上 你都知道 那你再慢慢去做的話 你的細節就會做得更好 喔很讚喔 像我自己呢 先講就是寫論文啊 寫座上面 就你看我的document 就會有很多顏色 有些顏色是 就是確定 OK 就是set and zone 我就是寫完以後不會換的 有些顏色 比如說紅色可能是 我的一個想法 看要不要加入 藍色可能又是 我覺得可以修改成怎樣 就是我會用不同顏色去標記 然後你們打... 如果打開我的電腦 每個folder 我每個folder 會有不同的顏色跟標記 然後我每個folder裡面呢 就是比如說 我今天要寫這篇論文 是跟什麼什麼有關 那這個類別下面有 12345678個點 Essay 你全部打開來裡面 都有不同的標記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快很準的方法 你知道嗎 因為我有看到我另外一個同學 他的那個筆電就是 就亂成一團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找不到 那你這樣子每一次下來 你這個時間就會很浪費 然後你就很浪費所有事 因為我們人生的哲學到底是什麼 就是要早收工 我就是想要趕快把事情做完 然後趕快回去躺 我要的就是這個 所以呢 我一定要好好的歸納整理我自己 我才能夠趕快躺 就是工作上也是一樣的 就是我隨時都要非常的organize 我的長官要什麼 我就立刻有 立刻有 因為如果我不立刻有 我又十分鐘在那邊這樣子 那我就十分鐘還要在那邊跟你耗 跟你聊天 煩不煩 我就想 走開 再稍微補充一個小點 就是有時候呢 我們人工作的時候 是跟你在一個地點會有關 比如說你在床上 就很容易做事做一做就是 啊就想說躺一下好了 所以你一定要 你有時候 你一定要把自己 放到一個不同的setting 像是我一定會去咖啡廳 如果我覺得我今天是 一定要做好 我會去咖啡廳 或是就到我自己的辦公室 去把事情完成 或是去 我就知道我在哪些setting上面 我一定會精神比較好 或是 事情一定會做比較好 那我在某些地方 譬如說沙發上 我就是 本來先打一打電腦以後 我就會開始躺著大 躺著打一打以後 就是睡覺 有一些地點 你可以分化自己做的事情 那你到那個地方 你就有那個情境 那個mindset 那你做事的效率就會更好 讚喔 讚讚讚讚 還有一個小小的方法 我自己會用 就是聽音樂 你可以上網搜尋那個 Mozart 莫札特啊 或是一些抒情音樂 就是有點 會激發你的brain 你知道嗎 對你腦袋很好的 但我不知道它是真的 對你腦袋很好 但就是 我也不是學neuroscience 但是呢 它就是 你聽了以後 你就會覺得做事做得比較順 然後 可是我比較常聽的 其實就是 Kpop女團的歌 我就不聽啊 我就不聽 聽聽聽聽 這樣 嗚嗚嗚嗚嗚 我跟你講韓國女團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 我聽不懂 因為聽不懂 但是它又很upbeat 整個又是 所以你整個人 就可以激發你的 很專心 然後很活躍起來的聽 因為如果 比如說你在寫東西 因為我不會韓文嘛 那如果我在寫 中文啊 然後是寫英文的時候呢 做的事情是用 英文或中文在思考的時候 如果 她是唱 如果是Taylor Swift 她如果 她那個歌詞 Romeo Take Me 然後就寫一寫以後 就把Romeo Take Me 寫進去 你知道一瞬間 你就會把那歌詞也寫進去 你聽得懂 但是韓國女團呢 聽不懂 我都聽不懂 有一些英文 但是就是 你知道就也還好 就沒有很多 時間管理就是 Schedule上面呢 你就是要知道說 你哪個小時要做什麼 然後我會有的一個小點 就是比如說 我知道我 這裡有兩小時 這裡有一小時 中間有一小時 那我就會想說 什麼事情是我一個小時內 可以完成的 那 或是 我就會插一段 比如說 那我這個時間拿來寫 這一小段的intro好了 把它寫完 或這個時間可以拿來 改這個作業 我這時間拿來回信 然後 或是像我之前 都逼自己去運動 一周運動三天嘛 那我就會 先報名好 因為你報名了 你不去的話 學校就會把你弄到 黑名單裡面 我之前也有一個方法 就是 我早上可能上課 可是運動的 那個課的時間 是下午五點 那 這段空檔 我要不要回家 我不要 你回家 你就會睡覺 家是拿來幹嘛的 就是會睡覺啊 睡覺用的 你回到家 你就是一直困難 你永遠都醒不來 所以你要 那段時間 你要逼自己去圖書館 就算你去圖書館是 有三個小時 你一個小時再看影片好了 剩下兩個小時 你還是會認真 你還是會稍微想說 好都來了 我就做點四把 就是也是一個招數 對 就是這樣 可愛 好的 這就是我如何 有效的完成 任何事情的方法 那我希望呢 我這個分享呢 也可以帶給大家 一些靈感 讓你們覺得說 好那我現在開始要怎麼做 才能快速的把事情做好 那就 祝福大家 都有一個美好的聖誕節 拜拜